天南地北谈华语 这画的是围栏 好 这是脚骨文 栏 错 你从形体上来猜 先别看它的意思 真的很像围栏 那么多根树立的木棍并排开来 还串到一起整整齐齐的 那些不一定非得是木 也可以是竹 对呀 竹也可以做成围栏 诶 等等 竹 竹片整整齐齐的排开 还串起来 哦 我知道了 是竹简 古代的书 所以是什么字 只能是一个字哦 你说看形体来猜 那么就是手册的册了 答对了 甲骨文色 树立的几条线 像刻有文字的简 中间横贯围起来的两个线条 表示串起竹简的绳索或牛皮条 真有趣 古代用来写字的竹板叫做简 用绳子把这些写了字的竹简串起来就是编 竹简编好了就是一册一册的书卷 你说对了 在发明纸张之前 人们用竹片或木片写字 用来写字的竹片木片叫做简 一篇文章写完了 就用绳子或牛皮把简串编在一起 成为册 册的本意就是简册 册就是书 里头记录了好些事 像现在我们还在说 账册 纪念册 手册等等 册有简册可以引申为 古代帝王封官授决的诏书 对呀 册封不就有个册吗 新唐书百官至二写道 册太子则寿喜寿 意思是 封立太子官就寿与他印章 所以说文写的这句 册 扶命也 应该就是这层意思了 至封官授决 命诸侯的诏书 以前没想那么多 学册这个字的时候 单纯学发音写法组合成哪些词 现在知道这个字是怎么来的之后 对这个字的印象就更深刻了 字形上其实已经完好的解释了这个字的意思 是的 册还是个不守字 凡是由册组成的字 大多跟书册有关 譬如点击的点 上面是册 下面是旗 写法是横撇竖 旗是垫物品的器具 一个得有器具垫着的册子 可见是重要的文献点击 还有一个字 排扁的扁 原写作扁平的扁 扁有户有侧 就是在门户上提字 后是词书不设立侧布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